晚安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韋佳琦 頭到焦點 先帶您關注到最近的政治話題 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新北板橋舉行試試大會 支持者擊爆板橋體育館 柯文哲也公開宣誓 一定會動用民進黨 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身份 拼佔到最後 要再創一次奇蹟 全場歡聲雷動 終於不用再心神不寧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宣告侯柯沛確定出局 卻不代表藍白河就此破局 我也知道 能夠的內心才是 到底打開人何不做 我為了沒變美女 我也不會變進去 我要把國家迎回來 再交換給你們 我要理性 務實 科學 帶領台灣過濾 男意識形態的侵賴 踏進國民黨侯友宜的地盤 新北板橋大事師柯文哲攤牌 只當陣給支持者吃下定心丸 一度面臨支持者出走危機 柯文哲重新凝聚力量 事實不再僅限網路限額三千名 開放現場超過四千五百人 集報板橋體育館 臺灣民眾黨的地盤 一定要出貢量維持 讓民眾黨可以成為 國會關鍵的角色 原理要宣布副手跟不分區 全藍白河卡關 人選沒出爐 柯文哲先拉政黨票 邊穩住軍心 不再擦失望的眼淚 重申義無反顧 就拼這一次 緬美1月13號 各位夥伴們 我們一定會打贏這場堅固的戰 我們一定會在臺灣的歷史 再跨上一頓奇蹟 TVBS新聞李建委林一傑 許豐宇禮品SN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 藍白河再度進入了延長賽當中 藍白共識當中 雙方對於抽樣誤差 到底是要算3%還是6% 現在雙方各自表述 擁有統計學博士學位的國民黨立委 費洪泰則是支持民眾黨 認為應該是3比3 而國民黨推出的民調專家 則是感嘆 這已經變成政治問題 不要要求我們讓6% 我覺得這太強人所難 同來沒有所謂的 讓6%或讓幾% 藍白沖樣誤差 藍白各自表述 柯喉誰贈誰負 民調進入延長賽 翻開兩黨公布的6分民調 明明是柯喉賴三組對比 專家質疑 民眾黨內參民調 為何將郭台銘也列入 三卡都變成細卡都 用三組一起比 跟那個一對一去比 那當然數字會有差 而雙方僵持不下的 當然就是抽樣誤差怎麼算 國民黨版提出的9份民調 在民眾黨堅持下 已經刪除三份 根據藍白共識 抽樣誤差正負3% 也就是6%內都算侯友已贏 國民黨算出5比1 但即使柯文哲拿下的一點 競爭力論壇 黨內私下認為 進入抽樣誤差 正負2.94 兩組差距5.19 仍在5.88的抽樣誤差內 其實這還算是 侯友宜得一點 但避免替光對手 最後一分送給柯 這是賴皮 柯文哲不應該賴皮 你醫學有很多醫學統計 怎麼可能誤差3% 就正負1.5 民眾黨版算法 卻認為抽樣誤差 只有正負1.5% 差距3%內都算侯友已勝利 雙方應該是3比3平手 甚至統計學博士費洪泰 都抱持同樣看法 科學的抽樣誤差放到政治學 卻多了解讀空間 國民黨推薦的民調專家莊伯仲 就感嘆政治問題 無法用學術手段解決 終究得回到政治手段 醫學博士的柯文哲 口口聲聲遵循科學 這回民眾黨版的抽樣誤差 對統計學做出新解讀 到底是真科學 還是柯文哲自創的科學 也成了政治學新考題 TVBS新聞尼亞 南里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藍白河到現在還沒有結果 藍營紛紛喊話民眾黨參選人 柯文哲已經簽字畫押 誠信很重要 倒是柯文哲回到新竹廟口開展 被問到現在這種情況 未來怎麼跟藍營合作 柯文哲說 有時候不喜歡不順眼 但也要試著能一起工作 高喊參選到底 家鄉民眾的期盼 18號晚間回到新竹 跑行程的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能聽得進去嗎 我們不太習慣喔 跟不喜歡的人一起工作 有時候喔 我看他很不順眼 我也不喜歡他 我也知道他跟我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試著 能不能一起工作 這個就是共融社會的概念 用這一次競選口號聯合政府的概念 來闡述 但就為了整合 藍白拖到20號 就要正副總統登記了 合不合 依舊沒個譜 成為史上最脫爛系 藍營也不忍了 國民黨立委 林維州請一晚在臉書說 戰把要贏就先不怕輸 說難聽點又不是沒輸過 隔了一晚又說 當初讓3%就是用來抵銷 政黨支持度 現在3比3平手 主張用政治決定 還說為什麼要藍白河 如果民眾黨的朋友還在意的話 最重要是大家都畫壓 這個畫壓千次了 所以政治上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暗示柯文哲已經白紙黑字 說話要算話 只是雙方僵持不下又吵吵鬧鬧 坐實DNA不同的兩黨 為了取得執政權 強求來的政治聯姻 注定不會信服 TVBS新聞李建委 董明浩立平 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藍白河現在為了抽樣物差 怎麼算連日隔空互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人就不放棄喊話柯文哲 我們必須要和大家持續協商 國民黨也是隨時準備好 但中選會可是不等人的 因為他也向中選會 中常委透露 這22號禮拜三 將會做最後的確認 就算對民調的抽樣物差 各自表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忍不放棄 聖神煥等的就是當初 親自劃壓的柯文哲 能否兌現承諾 要麻煩禮拜三 我們再來最後確認 藍白河的所有的工作 雖然隨時可以ready 但中選會登記時間 畢竟不等人 國民黨下通牒 柯文哲這麼悔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是我們高高興興的日子 難道又是口頭禪 隨口一句說的是真的好 還是敷衍過去 我們當然是期望 再也可以整合出 最強的候選人 當初馬前總統的見證 四人協商 白紙黑字簽字 如今柯文哲 難道要片面毀約 以想好好做事 要大家多看 柯文哲優點的侯友宜 也忍不下去 國民黨不只讓了三次 這就是一個科選 不是侯友宜說的算 也不是柯文哲說的算 是協理上說的 藍白河進入延長賽 就怕已經有一方打算 中途棄賽 TVBS新聞紀鑑亨尼亞男 李建委 李品宜 李宗哲 台北新北嘉義 採訪報導 謝謝 而現在藍白為了民調爭執不修 尤其國民黨要柯文哲 讓6%這個議題 一夕之間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那麼講了些什麼呢 交給婷婷 藍白河證實破局了 但是有專家 現在就解析了這個過程 似乎是讓網友來看 國民黨的笑話 因為第一時間 雖然在之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有嚴正的澄清 但是第一時間 有傳出 國民黨似乎要 柯文哲讓6% 那這個說法 在第一時間 網路上不僅發燥 也成為了熱門的新聞緣由 而且當中的一些轉折 也是讓網友討論的非常多了 還看到在11月18號凌晨 藍音極抠柯文哲 希望柯文哲讓更多 但是當時柯文哲就跑去睡覺了 是聯絡不上 那在第二天 這個早上的上午會議呢 也傳出藍音 要求民眾黨的代表簽字 卻遭到拒絕 這相當的轉折呢 當然也讓外界討論啊 到底是不是好有疑喔 他們的民調呢 結果是比想像中更不能打的 那很多在PPT上面的這個網友呢 甚至他們是一些沒有政黨形象 或是非政治熱衷網友的民眾的認知之下呢 是認為說啊 這個國民黨是不是企圖 把破局的鍋來丟給柯陣營呢 因為就一般的認知之下 其實民調上的誤差 本來就是正負百分之三 怎麼會有百分之六的這個說法呢 所以網友呢 就認為說啊 是不是不讓百分之六 侯友宜就贏不了 而且呢 據說呢 侯友宜希望是可以來下架民進黨的 但是自己的民調 如果是形成這樣的狀況呢 怎麼會是最強的帶領者呢 更有人看算啊 是不是權威比較重要 還算藍營是不是用喬的 才會讓柯文哲來就範 那中央的這些發言啊 恐怕會讓藍營的年輕選票 還有遊離票 因而失去更多了 而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週末到高雄拼陸戰 用賴氏數學算三黨的支持度 說呢 挺藍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多而已 換言之反對執政的比率高達七成 而宣稱民眾黨支持度只有十幾趴 等於八到九成的民眾不支持他們執政 但現在坊間出現了這樣子的圖案 說這個賴清德還嗆侯友宜 我要讓你幾趴 但民進黨說 這是假的 2 1 2 4 穿穿粉紅色T恤 賴清德副高雄 宣誓自己跟女力站在一起 更用賴氏數學算藍綠白支持度給你聽 全國民眾 我們問你 你希望 有多少個政黨來接近 第一名民眾三十幾趴 也有六十幾人不贊成 第二名的國民眾 七十幾趴 有七八十趴 反對國民眾這個 人民才贊成十幾趴的人 要就是民眾這個 所以有八到十八的人 是反對民眾這個 喬喬不論是藍或是白 都不是台灣主流民意 所以才要結合 只是網路上也出現賴清德大型路邊看板被批圖 信賴台灣幸福平安被修圖改成侯友宜 你需要果讓你幾趴 這是不時的網路造謠 而且任意合成賴清德主席的照片 民進黨譴責有心人 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 刻意混淆視聽製造社會對立 而在桃園服選的總統蔡英文 也搭上了民調梗 你現在去比民調 民調最高的一定是海坤 那大家為什麼會選 因為它代表的是台灣人的決心 積極服選 黃世傑因為翻開桃園六個選區 目前藍綠各佔一半 但民進黨被說調了地方執政優勢 藍營樂觀做三望四強股 而第一選區的鄭運鵬 還有其他四人來競爭 現在要摔 我也愛小營總統也愛你們 我愛總統我都拍誰說 我們民眾愛啊 總統我愛你啊 愛總統更愛總統的目擊人氣 TVL新聞徐季侯 李明輝 劉婷婷 桃園高雄採訪報導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呢 今天下午在家裡一成議了 在總統立委進省總部 沒想到身旁的後援會總會長 蔡金煉卻突然暈倒 怎麼回事呢 請嘉義帶我們去了解 好 主播畫面上可以看到 台上侯友宜正在致辭 身旁穿著西裝的男子 突然向後倒 眾人驚嚇快步衝上前抱住他 原來他是侯友宜後援會的 總會長蔡金煉 身體不適明顯搖晃站不穩 差點就甩倒了 他一落被攘扶到後台休息 帶你來看現場情形 79歲的蔡金煉曾擔任獅子會 臺灣總會長 這次擔任的是國民黨加義式 總統立委聯合進總後援會的總會長 是地方藍營不可或缺的右腳 而當時侯友宜看見蔡金煉 站不穩也馬上停下眼說 立刻去搀扶 侯友宜說蔡金煉挺這麼多 挺到腳都痠了 用現場支持者的掌聲 來化解這一場意外插曲 那麼以上就是來自嘉義消息 把鏡頭轉給棚內 而在國民黨不分區的立委名單當中 今天經過中常會中全會通過之後 確定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帶領之下 要來立拼進軍國會 同時韓國瑜也上內部會議上 向所有這些被提名的不分區立委 參選員們喊話 要讓人看得起 還說要一起擦亮國民黨的招牌 要往哪處一度找不到路 被列入籃迎不分區第一的韓國瑜 終於踏進熟悉又陌生的中央黨部 辛苦辛苦 任重道遠 好會 跟主席說聲辛苦悄悄話 雖然聽不清楚 但既然不分區答應 被列入責任在哪 韓國瑜心裡很清楚 很多民心的萬善 但是這次透過我們總共黨部 強烈的運作的推薦 讓大家耳目一新 這自然可以凝聚支持的這個力量 我們對不分區立委 我們這個團隊一起努力 做一個有出席 讓人看得起有份量的地方 我們共同勉勵擦亮國民黨這個招牌 第一名我跟侯友宜市長特別拜託 也特別請我們韓國瑜市長來領軍 好 只不過原先被視為侯友宜 副手熱門人選 韓國瑜最後卻領軍進立院 另外原先呼聲很高的 藍營智庫執行長柯智恩也被排到 第二位被解讀意在 幫柯文哲留了一個位 柯P基本上還是國民黨 大家目前為止還是比較是期待 女柯P就好好的留在這個 不分區當中 好好的深耕高雄 對來賣合作仍有期待 副手選選 國民黨虛偽以待 不過這份不分區名單 除了業界亮點之外 似乎也意在為下次大選做打算 像是曾參選嘉義縣長的王玉銘 選過台南市長的謝龍介 選過高雄市長的柯智恩 以及選過屏東縣長的初心權 都在安全名單裡面 台南的謝龍介 屏東的蘇群權 我們國民黨就是敢戰 得到大家的支持 大家都說好不好 作為不分區的立委 就是很多都要配合黨這邊的運作 除了作為黨的門面之外 更多了一層戰略安排 不少人都認為那個男人回來了 因為韓國瑜列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有沒有可能重新喚起韓流 還是會造成反效果呢 這就要給挺題 國民黨在11月19號這天公佈自己的不分區名單 也被很多人說那個男人終於回來了 因為他們把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列在不分區名單的第一位 那當然也讓一些基層的來支持者感到相當的振奮 但有些人還是覺得非常保守小心 因為呢他們就擔心恐怕是一面雙面刃 因為一般選民對韓國瑜的看法很兩極 就擔心這個可能會有反作用力 反而引起了負面效應 但另一頭在綠營這裡呢恐怕也不能夠太開心 綠營呢更是喜悠參拜 雖然現在看到基金島的高雄市議員 現在呢已經出手來打韓國瑜了 但是在檯面下還是要嚴防韓流再起 那除了韓國瑜之外呢 來看到不分區名單當中的其他亮點 排來第十名的是台南的市議員謝龍介 在第二名呢只是柯志恩 這兩個人呢在去年的市場選舉啊 分別是在台南以及高雄去選市長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們曾在資源不多的縣市去蹲點 當然也被說啊不僅有苦勞也有功勞 而在國民黨的這一份不分區名單當中 比較備受矚目的包括了這第三名 是被視為區塊鏈大師 被稱為寶博士的葛如君 讓外界是臉金一亮 可是這名單裡面有出現 吳宗憲跟蔡明中的名字 原來他們分別是檢察官跟醫師 只不過因為他們分別跟綜藝天王吳宗憲來同名 差一點引發誤會 震怒猴聲要喊向總統府 一屆五十集結提出兩大訴求 有權益派立法希望立委幫忙爭取 但藍綠部分區名單都揭曉了 讓他們相當不滿 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名單提了五席一屆代表 有不應政權威陳金輝 前立委蘇清泉 彰化縣醫師公會前理事長蔡明中 反觀民進黨前十二名的安全名單 不見一位醫師代表 僅有第十三名邊垂地帶的王振旭醫師 而高達八名都是現任立委 中國國民黨在關心台灣人民未來長照健康 可以看得出來國民黨對這一件事情的重視 國民黨展現搶攻一屆票 只是蔡明中是醫師不是台灣企業家的蔡明中 國民黨的部分區安全名單竟然賀見吳宗憲 啊原來不是藝人是新北市法治局長 也就是侯友宜歲月靜候的爭議推手 另外第三名是積極投入區塊鏈到NFT的寶博士葛如君 期盼有新AI區塊鏈立委 國民黨這次搶攻推新人 但其中名單民進黨隔空酸 這求張家俊不接先判好好做事情 另外國民黨提名的第八名前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 對比民進黨推出的認知戰專家沈柏陽 國防領域強推門面任選 要變成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的團隊 國民黨民進黨部分區名單出爐 指派能在不同領域為人民發聲 而在立委選舉裡面當然也是相對激烈 尤其是在台北市的港湖街一區 民進黨立委高家瑜搶攻一屆票 同場的對手吳信彥跟李彥秀都來了 只不過面對範律分裂 高家瑜就拋出整合民調 還說他也願意讓百分之六 但是吳信彥不理還反酸 你可以去跟李彥秀藍白河啊 只要高家瑜在立法院能做的 我都會全力的站在大家的立場 高家瑜拼年任搶攻一屆票 畢竟對手吳信彥是醫師出身 只是下排這畫面有點尷尬 吳信彥就站在眼前 高家瑜這一撇就是不理 只拍一旁的醫師肩膀打招呼 兩邊就像是隱形人一樣 面對港湖這局綠營分裂 高家瑜引所羅門王故事 要拼整合 誠意跟善意來跟吳信彥做整合民調 我也願意禮讓吳信彥將近6%的民調 吳信彥個人的民調也只有個位數 難道個位數能夠代表泛綠陣營在港湖的民調嗎 我覺得他這個做法其實就是跟藍白河 現在政治分贓的做法很像啊 他在政治的現實上是綠皮白骨的候選人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跟這樣子的候選人整合 吳信彥不讓一口回絕 畢竟從溝通就有出入 過程中我們也都有不斷的透過各種方式去 跟吳信彥跟基進黨來溝通 沒有啊我目前聽到的全部都是他在開記者會 跟在背後罵我 各說各話大小率都沒想讓 對吳信彥鴻酸要高家瑜去藍白河 李彥秀聽到這題先是笑了 高委員長期就是非常的投機 他到底是白的還是綠的 我實在是看不懂啊 對自己的選舉有信心 搶攻登記前戲高家瑜出奇招 但只讓泛律分裂打得越來越兇 TVB的新聞劉彥鴻年宣 台北暢報道 晚間的最新消息 iPAC已經落幕了 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今天也是搭機返台 不過是瞭解著駐美代表 曹美琴也在同班飛機上 是不是要回來淚騷配了呢 請榮先生帶我們瞭解 好從畫面上可以看到戴著口罩 慢慢的從連通道走進機場 還舉起右手打招呼 也和妻子張淑芬實質緊扣 舊金山的APEC領袖峰會落幕 我國的領袖代表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今天傍晚抵達桃園機場 而這一次參加完APEC 張忠謀也在國際記者會上分享成果 他提到他跟美國總統拜登 雖然沒有正式的雙邊會談 但是有很多的互動 而他也認為拜習會是很好的會議 有助於增加台海穩定 另外根據了解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和代表團同班機返台 可能擔心記者問他賴蕭沛的問題 刻意避開媒體 沒有和張周謀等人一同現身 也讓現場守候的媒體鋪了個空 以上是為您掌握消息 立法院周一將審議軍營安全維護條例草案 其中首次規定沒有經過許可 在軍事營區外對其從事拍攝 最高可以開罰15萬元 這個法一出軍事民一片哀嚎 政院則是強調是為了防衛館 警察大聲喝釋但軍事民這行為過去 因為部署藥塞保理法的管制區 所以無法可罰 但未來恐怕通通不准 平美機場草皮正庄可以看到一個白色物體 就是這次迫降的E2K預警機 媒體捕捉地內發生的軍機意外 未來是不是也不能拍了 因為行政院推的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草案 12次規定未經許可於軍事營區外 對其從事測量 錄影 攝影 描繪 技術或其他偵查行為 足生損害於軍營安全 可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還 證據連美國這樣的所謂的民主模範國家 他現在其實也都不盡然隨時的讓 一般的民眾對他的營區也自己拍照 搬出國外案例舉雙手贊成 但認為法條應考慮特殊情況 應該是原則禁止意外開放 那應該在細則裡面 對於一些基地的各一些區域 他可能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這樣一個範例跟規範 行政院的稅帖指出 新草案是為了提升法律位階 確保營區安全及民眾權益 搭乘國軍建軍備戰 與防衛國家安全目的 如果說有特定時刻不想要對外做揭露的話 那是否在特定的好拍的地方 那就至少在那邊做一些公告 我的理解是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只要溝通做得好 兩岸的關係之下 其實相關的國家安全還有營區的保護 甚至是軍中軍紀的一個管理 都必須要更明確的機制跟規範來去管理 另外就擔心軍方打下入侵的無人機 無法原依據 這草案首次規定無人機 若飛越軍事營區 有危害之餘 可依命令使用武器 國外議題近期敏感 草案週一在立月省議 預期本會期要拼個三讀通過 DVBS有黎明瑞羅婷婷開報告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17號 在美國APAC峰會的場邊 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兩人主要談的是要如何降溫 兩國現在的競爭情勢 但與此同時 菲律賓的陸海空軍隊 則是在旅宋島北部進行實彈軍演 距離我們的肯丁只有376公里左右 演習的地點不外乎 就是為了防範大陸解放軍 一發又一發 以色列至155厘米自走炮開火 這是菲律賓軍隊日前舉行的陸海空 聯合作戰時代演習 而且演練地點 就在總統小馬可是的家鄉 北伊羅科斯省 就離台灣墾丁大約只有376公里 除了地底位置的關鍵 這項本月6到17號的軍演 也是為了明年 美國和菲律賓年度大型軍演 肩並肩的一場暖身 非國軍方最近動作確實不少 美菲陸戰隊在菲律賓同上上演 年度聯合訓練 就連日本陸上自衛隊官兵 今年也獻神當地 似乎也是為日非兩國 正在嚴厲的軍隊 相互主入協定鋪路 不外乎全為了抗衡大陸解放軍 早安 然而同一期間 小馬可是才在舊金山APEC場邊 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兩人談話一提 當然離不開南海 會前小馬可是早就在臉書 PO影片預告 只是大陸和菲律賓近期在南海 不斷發生摩擦 加上美軍在非國本土更加活躍 北京和馬尼拉緊張關係 要迅速降溫 勢必 沒這麼簡單 TVB新聞走不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